海上巨轮一旦出事故造成的损失都是百万级别的 但是轮船引起的事故却也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发生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10个超级撞船事故 在2019年这艘名为MSC Opera的13层豪华游轮 在威尼斯的码头靠岸的时候出现机械故障而失控 大船直接撞向了岸边 另外一艘倒霉地停在岸边的游轮也被它一起撞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9年10月7日 杜伦Ulysis在地中海科西加岛附近 撞上了集装箱船CLS Virginia Hall 它这一撞是直接以90度直角蓝腰撞上了 CLS Virginia的侧面 直接撞出来一个船头形状的大洞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却造成了原油泄漏的污染 事故的原因是Ulysis的值班人员一直在打电话 没有注意到停得好好的CLS Virginia就在前方 事故后 救援队花了五天才把两艘船分离开 看来开车是不要打手机 开船也一样 2018年10月 一艘意大利的大游轮 在巴塞罗那的海港边 因为糟糕的天气 直接撞向了码头的吊床 冲击力大道直接把吊床撞倒 并造成火灾 地面的工作人员 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 赶紧逃命 事后虽然没有严重的伤亡 但是据报道 有两位工作人员因为受到巨大惊吓 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 巧合的是 这艘船名为Excellent 中文就是出色的意思 这次靠岸的经历 可不能算出色 下面这个视频中的两艘船 让我们不得不猜想 这两个船长是在决斗吗 一万两千七百吨的重型起重船 Lonis和一万四千吨的散货船 Florence 头对头撞到了一起 没有鸣笛 没有警报 看起来甚至都没有减速 直接就撞上了 直到两艘船都停了下来 幸运的是 没有人员伤亡 2020年4月 一艘360多米的集装箱船 Milano Bridge号 在韩国釜山的港口停靠时 似乎用力过猛 直接撞到了码头的吊床上 吊床也不甘示弱 马上反击 一头砸在了船上 哇 这就没变得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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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8日 驾驶大货船Seagrand号的是一位俄国船长 果然不搞点福特加怎么能算俄罗斯猛难 这回船长喝多了 开船直接撞上了韩国釜山的广安大桥 当时桥上还有汽车行驶 这一撞对船和桥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觉得海岸警卫队很厉害 只有他们抓别人 别人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吗 下面这个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 在2017年土耳其的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快艇 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艘叫塔拉内的邮轮 直接碾压 翻了个底朝天 而这艘大邮轮像没事的人一样 继续向前航行 2018年 一艘200多米长的大邮轮 White Spirit撞向岸边 不幸的是这个岸边刚好有一座建于18世纪 价值百万的豪宅 结果屋顶和潮海的一侧被完全撞毁了 没想过海警房还有这种风险 下面这个视频中 两艘货轮一前一后离得非常紧 后面这艘57000吨的土耳其的货轮 X和Leo号从新加坡港口出来 结果一艘稍微小一点的越南货轮的航线和它冲突 在货船的鸣笛声中 我们看到这神奇的像慢镜头一样 但是又不可避免的一幕 越南货船被直接顶着转了180度 好在新加坡海岸救生队赶到以后 没有发现人员伤亡 2019年12月 两艘豪华邮轮在墨西哥的度假圣地 科苏梅尔撞到了一起 这两艘一模一样的邮轮 一艘叫Carnival Legend的嘉年华船集号 停在了码头 另一艘Carnival Glory嘉年华荣耀号 想插到它的前面靠岸 船员把责任怪在当时封泰大厦 但看起来更像是没有预留足够的空间 结果传奇号直接把荣耀号的屁股 划了一条大口子 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